各位啊 大家好 我是老胡 这两天这个大选正热了 但是今天的视频呢 不想跟大家聊大选 虽然也有些网友说我是川普 先不管 先不提这个话题 反正大选也这两天结束不了 有机会跟大家聊 今天先说说这个开车的事 我呢一般是周一休息 所以从周二去洗干 周二出门之前呢 看了看这周的promotion 是说比上周改了 时间段有变化 他那个所谓画的那个区域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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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没有变 所谓时间段是怎样的 就是原来是 每天的下午4点开始 到晚12点 每一个trip 额外给你4块钱 这是公司赌的 这叫promotion 然后这周呢 改成 从1点钟就开始 但是呢 每一个trip就给3块钱了 不一样 所以从周二呢 我觉得挺好 从既然1点钟开始了 我一般的都是11点 你将近12点吧 通门 所以稍微晃一晃到1点了 也就可以拿这个trip 什么 你觉得今天应该干的相对轻松一点 虽然每一个trip 是3块钱 可时间长了 他晚上那个到12点 我基本上都不会干到那么晚 我一般的6点 最晚最晚 偶尔的时候到7点 我就回家吃饭了 饿了 所以 这是我的工作规律 周二呢 他那个记录啊 我不是迟迟的看 所以最后 结束以后 我回家的路上 我看盐 今天怎么 这给我了3个trip的这个 有朋友 我说给了3块钱的补偿 其他都没有 我说我在今天在这干 我 我不说多个 七八个应该有啊 就没有 我想可能一会会给我补上来 我也没体会 因为有时候呢 大家如果干过的啊 就知道这个系统也说慢 不是实时的 稍微 有一个滞后 所以我也没有太多记录 到我周三上午 我再出门的时候 我看一下 我说前一天有没有 一看 还是没有 就那3个trip 其他都没有 我就怪 我就觉得怪 我就 我快11点了嘛 给他们打电话 但是解决不了问题 那接线的呢 Uber这个 support的这个电话呢 肯定是outsourcing的 不是美国人接的 不一定在哪 也可能是 亚洲某个地方 也可能是其他的什么地方 搞不清 口音很重 我说的问题呢 他解释不了 我说既然有promotion 我也在这个区域里干了 为什么没有给我 我说如果没有 我也无所谓 你们有了 我也按照你的规定做了 你们又不给人什么意思 他说呢 这个问题 解决 他解决不了 他说因为这个东西是系统 来定的 到底我在哪干 不在哪干 这个系统来判断 不是他能够解决的 他说如果我真的认为有问题 而且是挺严重呢 他建议我打他们那个 管理部门 财务部门 说我 比方说我拿钱拿少了 就打他们财务 我说那你给我电话吧 他说他这没有 他说您自己得到网上去查 要不你就给他们发邮件 把你的问题讲清楚 然后呢 把你的说的这个 如果有证据的话 提供说我说我当然有证据 我有截屏啊 我从哪到哪的 这个线路截屏我都有啊 所以就就不了了之就算了 他说也说不通 大家也知道这打完电话 他都有一个让你 他这个 这次的conversation有评分了 我非常的不客气了 我就评了二分 我心想没给你一分已经不错了 二分还可以 这是这是周三上了的事 然后我就出门去干活去了 我说我今天按照你的区域来干 一定的 我自个儿我有个技术 结果我发现还是不行 我严格的按住他干的 他就是还是没有给 我首先我就不干了 我停车了 停车了呢 我就再打电话 再打电话用另外一个人接的 呃 还是查Support 他们那接电话人多吗 不可能就一个人 这个人他说 他就说 你是在那个区域里边干的 他说的是territory 我说我当然是 我在这干了这么长时间了 不是说今天才这几天才开始干 哪个区域 我说哪条街到哪条街我都知道 他又自个儿给我讲了一下 他说你可以从哪能看到这个区域 那我说行你告诉我怎么看 我说我有自个儿的看 看的方式 你说你说你告诉我怎么看 他告诉我怎么看 我看 我说这个图我看过 这个blue area 我说我都看过 或者叫blue territory 我都看过 他的观点呢 最后也是说这个是由系统定的 不是人为能够操作 说该谁有谁没有 系统能够判定 系统根据你的车的位置 GPS就能给你定出来了 我说行吧 既然他这么解释 他一进行 他也多说 他也解决不了大问题 说说也不负责任 我的就跟他挂了 挂了让评分我没评 不给评分了 没conversation评分了 我没评 我就想 可能公司没钱了 因为任何一公司 老是靠 抵贴 证明这个 给 拿出自个的钱来 再往外贴钱 这个长久 运营长久不了 是吧 所以他们 口头上还 这个做不太猛声 希望多 吸引一些司机来开车 但实际上呢 他又拿不出这个钱来 所以他的系统怎么设置呢 老板跟技术员设置一下 这个表面是有 但是你之前跑来白跑 没有 所以周四 这是周三了 周三我就 就早早的 我一共干了 我就要是 再加东西要通话的时间 他也不带通了 有四个分钟吧 所以没干东西的时间 我也不干了 你既然没有破摸手 我拿着也拿不着钱 收工回家 不给你耗时间 我这么想啊 就是说 咱们是给人家打工的 或者说人家提供了一个平台 我们只是利用这个平台呢 来挣钱 当然这个平台的规矩是人家来订 是吧 人家是玩家 我们人家是庄家 我们只是玩家 就跟进赌产之道 这个庄家他订他的规矩 是吧 我们跟着 玩家 运气好 我们就能 今天来赌场就能挣一把 运气不好 今天那就输钱 那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呢 不管是Uber Lift 还是说你多代是 一样吧 这规矩是他们订的 他们说有 那就有 他们告诉你没有 你争也没有用 觉得不满意就不干了 或者是少干 今天看着这个promotion有了 真的有了 那咱就多盖一会 明天没有 那就自己看 自己跟着感觉来 我们跟这些人呢 我们这些司机啊 跟这些公司没有实际的关系 你看前一段不是正式的公布了吗 这个Uber和Lift的司机 跟公司打官司嘛 要求是公司提供insurance 给每个司机提供保险 最后没有啊 前两天公布了 加州的法院仲裁的结构是说 每一个司机还是算是 independent contract 就是除了你跟公司 给你这些 按每个趣味给你钱以外 你跟公司没有其他的这种协议 这公司不会给你提供罗外保障 那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是说利用这个平台 我们尽可能多挣一点 所说的就是 多挣一点我就干 挣不着我就不干 自由嘛 是吧 所以说 尽可能的利用它这个promotion program 我们来挣钱 不要想的太多 能干就干 不能干就不干 这个东西啊 我一开始我的时候 这只能当做一个shed job 就是第二只眼 或者说 你像我这个年龄了 干不了其他的事 干的这个是可以 年轻人 去奔自己其他的事 光在这场头 你说 你能养家猴狗 如果没有promotion 这些计划 完全靠自己 拼时间 每天花 十个小时甚至更多 你挣到钱了 你能长期这么拼吗 拼不了 再说你这么拼出来 你的车瘦也瘦不了 你的车每天 干十个小时 没人跑多少晚 你的车能跑几年 是吧 如果你这块的土 这块的成本太大 你做这个不划算了 那维修 保养 真的不行了 跑到太久了 跑到太苦了 车再换了 再换辆车 那么你就是都用二手车 这成本也太苦了 所以呢 别这样 别太拼命 差不多 每天自个 看好时间段 所以说 我们看这事 要不要平常心 真的平常心 他有promotion 我们尽量利用 他没有 我们就放下 少干点时间 有钱我们就赚 没钱我们就回家 我这两天呢 给他们打电话 可能 他把我记得了 所以昨天下午 甭管我怎么再打 也是不给 所以 周三周二 周二我们就送我 我只拿了三个 到周三 一个都没给我 我每天在这个区域干 我知道哪个地方 我会有钱 哪个地方会 没有这个promotion 我哪条街 我不知道 稍微过了 那条街过了 下一条街了 我就知道那边没有了 但不是说 拿这个活我就不干 我照样干 我只是送完了 送到那个区域之外的时候 我现在开销回来 回到这个区域里面来 还去挣这个钱 不是在那个 送的那了 你要在这个区域内啊 我送完了我会就在原地等 我不会再跑别出去 我送出圈了 我会开回到这个圈来等 所以昨天不知道是 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昨天下午他就是不给 但今天好像是 又不知是什么个情况 今天又给我了 你看我今天 我今天又拿了13个 这个promotion的钱 挣了42块 光这块就挣了42块 我周二一下午时间段 其实干的差不多 我才拿了三个 周三虽然就干了不到五个小时 我一个都没有 今天就有 所以这个东西啊 我打电话 我觉得 说的差不多就行 但是还要去说 不说肯定人就不理你 说了 还不能说的太重 太重了 他干脆就给你取消 这个东西老板 你说在系统里边 我一设置把哪个 这个我原来就干这个了 太容易了 你每个Uber司机 你有自个编号啊 有自个的个人信息 他按你的个人信息 你打电话号码 这样 这样电话码 把这个司机的 在这个这个promotion 那东西去掉 太容易做到了 是吧 但是你不说他 当然他就不给你 你也没办法 你给的呢 所以我昨天 上了一个电话 下了一个电话 昨天虽然一个都没给我 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就给了我了 一下给了我这么多 而且有个个别的trip 我自个都觉得我开出圈了 不是我觉得 我知道开出圈了 就是取活了 是在这个area 这个territory之内 你送出去的时候 已经出了圈了 就没有了 按照他的规矩啊 我打电话 他给我解释这个规矩是 你这个是start 要在这个区域之内 start这个trip 然后drop off drop off 也要在这个区域之内 你才能够 符合他的要求 你才有这个资格 去拿这个粉末顺这个钱 否则的话没有 所以今天我不知道 为什么给我这么多 那今天给的呢 我今天也干的时间相对长一点 我今天干了 今天干了经历七个小时 六个小时五十一分钟 挣了 经历一百八十块钱 你昨天就很惨了 昨天 但是我干的时间也短 昨天他挣了八十七块钱 所以我就说啊 我们这个东西啊 我们干活开车 跟公司没有其他的利益关系 我刚才说 连保险都 我们没有过 我没有参加 有人去告 跟公司去协商 最后也没有结果 那么 我们跟公司的关系 就是我们是 所谓的不应 就是indipendent contract 我们对自己的一切负责任 那我们该挣的钱 我们就挣 那他既然没有什么这个 那个的promotion计划 那我们根据也四十个情况 我们今天实在 缺钱 要去挣 那就去挣 如果今天有别的事干了 就不去挣他这个钱 这块钱 我以前说过 我们跟车人就分三块 一块就车份 他跟公司跟车人商量好 协定 就是商定了 这一负负 三块钱 那客人就得出三块钱 可能出五块啊 我们拿三块 公司拿两块 那么另外一份呢 就是这个客人额外给的 一个小费 b-tip 那再有呢 就是这个公司 从他的 他已经挣了钱的 拿出来 作为promotion 给我们 他需要更多的 时间来干活嘛 他总得有一些好处 来拉人干活 最近 可能天气太好了 大家 出来吃饭的比较多 不需要点餐 所以 生意少 那么也是一个实际情况 再加上他这个 再看看吧 马上天会更冷了 下周 这周我看一下天气 晚上都还不错 天气都还挺好 行 就这样 大家保重 take care 拜